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昨天讲到感应篇的前面两句 霍佛无门 为人自兆 在会篇里面 索取历代的这些公案 四正不胜一句 每一条都应当 熟读深思 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 不能一条一条的介绍 只能够选择几条 将重点跟大家说清楚 佛在大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相思 这个是佛知佛见 这为人自兆啊 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得跟我们说 凡人妄想太多 这许许多多的妄想可以分为三类 过去的妄想 过去的妄想 现在妄想 现在妄想 跟未来妄想 常常想到过去 过去的融入 过去跟一些人所结的恩怨 悲欢利祸 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过去妄想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 总是想到他少壮时候的那些故事 跟年轻人呢 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永远重复不完 老过死 这个是顺悦过去妄想 那么还有一些呢 事情在眼前 或是应该做的 或是不应该做的 往往是犹豫不决 这一类是属于现在的妄想 第三类是想将来 将来的事情 实在是 未可列料啊 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 有许多不可能的事情 太想得到 或是财富 或是地位 或是权势 那么这一类是属于未来的妄想 这个三大类的妄想 无量无别难 念念 它不中断 一个妄念接着一个妄念 这些妄念 我们不能小看了 因为这些妄念 无关紧要 那你就错了 一个妄念 就是一个妄念 妄念 遇到云 古暴就显起 善念 才有善暴 妄念 一定感到不暴 善悟古暴 丝毫不爽 那么这个就是 这篇文章里面讲的 鸡胸祸福的根源 世出世间的圣行 常常教导我们 我们要能记住 要能深思 要能理解 汇编里面举了一个故事 这一段故事 在了凡私信里头也有 宋朝时候 有一个魏忠达 这个人的一段故事 传得很广 不但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多 由于书本上的记载 在后世人知道的一段 那么他当年 当年在这个寒灵院任职 有一天呢 被这个阎洛王啊 抓去了 这个事情 现在人听起来 似乎是神话 很难叫人相信 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 其实这个事情是真的 我在小时候 遇到一桩事情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家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但是这个城市是古城 汉朝时候建立 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 我小的时候 有一个短时间 我们是住在乡下 居立城里 有二十五里路 那个时候进城是走路 大概要走两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所以也不算太远 我住在我外婆家里 我外婆家各别 大概是各两户人家 有一个人生病 病重 病很重了 就说话 他是城皇啊 要拉他去当差 你要问他当什么差啊 去挑东西 他说为什么要挑东西 他说城皇老爷要搬家 抓很多人呢 去做挑夫 抓他 他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们可以给我烧纸钱 我去雇人 那我就不要去了 所以家里人就给他烧 烧纸的麻了纸人 那烧纸钱 烧了很多 那以后啊 他大概他就雇人了 他这个病就好了 回过头回来了 那我们呢 是觉得是 大家听得都很奇怪 城皇爷要搬家 这三天之后啊 那个城皇庙被军队占领了 被军队占领了 军队就拿城皇庙当营房 那里面那些神像啊 都被毁坏掉了 他在恍然大雾 你看 城皇庙被人家被这个军队占领去之后啊 城皇老爷三天前就搬家了 就搬走 这个是我们亲眼看见的事实 所以居头三尺有神明啊 不管你信不信 你信有不信还是有啊 现在不读神仙书 不相信忠实的劝导 我亲眼看到的事情很多 所以我对于 古人记载的这些典籍 我都深信不疑 神话这些小说 像《聊宅之义》 《月威草堂碧记》 《子不语》这一类的 绝大多数是死 不是凭空灭造的 不是《月威草堂碧记》 《月威草堂碧记》 ——《月威草堂砍碧帐》 praying he got it 我是对己如善的 善的只有一决 换句话说 他一生造的善的只有一桩事情 他看了这个情形之后 他就对判官讲 他说我还不到四十岁 我造的我哪有这么多 判官就告诉他 这些是造作是你起心动力 你起个我哪 这个阴朝地府里头 就有一个档案存在了 并不等待你造 那你造了 造作 你这个罪就更重更深了 起个我哪 那你就留了一个档案 那他就问 他说我那一个善的念头 那是什么的 他是在这个之前 那个善我比较 那个我念那么多 阎王就很生气 就非常生气 然后阎王说 那称来称一称 这个天平上一等啊 他那么多的这个过时啊 反而称 他这个一君善事 反而重 阎王就欢喜了 他就问阎王 他说我那一件善事 到底是什么善事 他说 在那个时候 皇帝要新建一个功臣 这个功臣呢 可以不必做的 劳民伤财 他上了一个奏折 劝皇帝不要做 他是真心 他真心呢 上这个奏折 但是皇帝没有听呢 皇帝如果听了啊 你这佛报就大了 没听是你真心 你有这个念头 这一件善事 把你许许多多的卧室 都压下去了 这个功案 很值得我们反省 所以这个阎王告诉他 他是因为你造的物太多了 你的前程 有了障碍 本来命中他做宰相的 也败相的 但是败相已经没有分 后来他的官做到 吏部尚书 这个吏部尚书 相当于现在 主管民政的部长 这个像一般叫内政部长 做到这个地步 这是将来一级了 所以 善悟 善悟的造作 我们常讲 善业 我们从早到晚 身与意 都在造业 身体的动作 口里面的言语 心里头的念头 与实善相应的 是善 与实善相违背的 就是我 这个是大的标准 细心 那就不胜 在佛法里 戒律 威 说实在讲 现在没有人能做到了 明朝时候 廉迟大死 偶也大死 极力提倡 善悟律 这个已经把这个 善的标准降低 我们能够把 善悟律 十条界 二十四门 位移 做到了 你就是真正的 佛地子 可是 到了今天 物质生活的水平 上升了 道德的观念 堕落了 射界 二十四门 威仪 也都做不到了 所以 红一发死 这诸位都知道的 他一生 奉持 五戒十善 对人自称 出家 又破碎 这个人 有得行 一生 为人 端正 要做到 明复 其始 比丘 比丘是假 比丘 不是真的 做不到 去做个 出家的 居住 还能做到 受持 五戒 是善 跟明世相符 其始 用出家 又破碎 不是 红一大字 开始 我们在书本里面看到的 用这个 名分 是偶一大字的 学生 奥一大字的 徒弟 成诗 奥一大字 修行 也是非常认真 他受了 三坛大戒之后 把比丘戒 退掉 为什么退掉 比丘戒呢 比丘戒 确实 走不到 而且 比丘戒的 这个 沉船 不如法 不可能 在比丘戒 所以 欧一大字 讲 中国从南宋 以后 就没有 比丘了 到明朝末年 怎么可能 得比丘戒 这有名无始 所以 受了之后 退戒 自己 一生 奉持 菩萨戒 杀 杀 所以他自己称 菩萨戒 杀 杀 这个能做到的 老师称杀 阿弥 蛇身就不敢 称上 所以他的徒弟 陈石 自称 出家 尤婆子 所以称 出家 尤婆子 我看到书本 陈石 是第一个 那么在晚近 看到 洪业大使 也是 用这个称呼 宁持 相符 我们在现在 这个时代 修行 能够真正 把五戒 十事案 做到 老师念佛 求生 净土 决定 你的身 可是 祥僧 净土的人 很多 为什么 去不了呢 去不了 当然 有障碍 障碍 是什么呢 事与 没有方向 这一条很重要 凡是真正求往生的人 要一切方向 决定不沾染 我们在这个世间 如果自己 有缘分 能替社会 能替大众 做一点好事 尽量去做 广结 善语 在佛法里面 广结 发育 你看看 近代 虚人老和尚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老和尚用他的 发育 用他的影响力 到处建立到场 帮助年轻出家 修行人 到场建立之后 就嫁掉了 从来不过问 这个是修大福报 我们应当学习 我们的影响力比不上老和尚 影响力薄弱 我们的学习 我们劝 我们劝到 许许多多 有能力的同修 发现 小心到场 进中学会 现在全世界 也有 五六十个进中学会 每一个进中学会 都夺利 我们用影响力促成 成就之后 要不要过问 不过问 如果你还想过问 你还有牵挂 不能往生 彻底放下了 身心世界 一尘不染 我们往生有把握 这一点非常重要 能不能往生 还在乎你自己 不在外境 阴闻力 五欲六尘 绝不能沾上 佛在经上讲得好 才是明时睡 地狱五条根 有一条 你就离不开地狱 你怎么能往生 这个要真正记住 不可以贪处 所以一身 随缘 二不叛缘 随缘 欢喜 什么都好 每一天 吃饱 穿得暖 一心 向道 我一身 就做夜装事情 讲经说法 红发力深 其他的 也开不稳 我一身 没有到场 一身 也没有途中 过去出家 馆长收的 不是我收的 你看起的发明 都是馆长起的 不是我起的 希望大家好好好的修训 我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了 古人讲 这该死的时候了 七十三八十四 阎王不请自己去 还有什么好留念的 一身 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情 到老的时候还管 那就大错大错了 身一心 世界 一切放下 何一天 为佛 录杀 工作一天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你 这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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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